大家好,我是水手做美食的大牛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炒猪肝 猪肝能补铁,但怎样更好去除猪肝内的毒素 炒出来口感滑嫩还不腥 下面就来看一下我的做法 这是我买的新鲜猪肝,花了8块钱 先改一下刀 再切成片 片不能切太薄 然后装在一个大碗里 加上一罐啤酒 啤酒能有效切出猪肝里的毒素 还能去腥 用手抓一下,浸泡20分钟 准备配菜 红辣椒片开,切成菱形片 青椒切片 大葱斜切成段 大蒜生姜,分别切片备用 泡野山椒切断 猪肝经过20分钟浸泡 已经泡出有毒物质和泄水 然后用清水洗净泥干水分 再加食盐 料酒 抓匀入味 加淀粉 抓匀锁住水分 最后加一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让猪肝滑嫩还不粘锅 炒猪肝在锅里的时间很短 先调好料汁备用 加食盐 白糖 料酒 生抽 蚝油 白胡椒粉 淀粉 搅匀备用 热锅冷油 倒入腌好的猪肝过油 然后捞起沥干 重新热锅 下入葱姜串泡椒 炒香 这时候一定要大火蒙炒 再倒入青红胶片 炒至断生后倒入猪肝 沿锅边倒入料汁 大火翻转半分钟左右 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炒出来猪肝口感滑嫩还入味 喜欢吃猪肝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常菜 可点击头像关注随手做美食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明天见